我觉得首先还是这事 一个成年人聊妥不妥协 说明他还是没有成年好吗 随便问一个人 说给你两个选择 你是愿意结婚生子 带孩子 然后去稳定工作 你还是愿意做一个 有梦想有激情 能够向这个世界 反抗这个世界的人 所有人都会选择第二种 但是最终所有人 都活成了第一种 这是一个概念 然后呢 但是只是在于 你自个儿是不是一个聪明人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 能够平衡这样生活的人 就是你有自个儿的梦想 你有自个儿的坚持 也许你会抱怨这个环境 不是你不该生的地方 但是在于 什么叫脑子你知道吗 就是脑子这个东西 很值钱各位同学们 然后您想想 你什么叫绝处逢生 是不是 六岸花明 中国人这么聪明的脑子 都去哪了对不对 您用你的脑子去想想 然后你怎么能够 把你的智慧 把你的精神 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展现出来 然后也许啊 只有一种危险 就是因为你后来 像我一样 我就有点这种后果 我活在后果里 就是我展现出来之后呢 我再想回去呢 我有点找不着以前了 但是呢 其实那个时候就不着急了 因为你已经有过以前了 并不是你没有过 他只是找没找到的 那个时机还没到而已 对就是这样